生命电视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电视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 破米显置,马哈嘎拉金刚舞 今天是马哈嘎拉法会的地 第八天也是最后一天 八天的法会即将在今天完全的圆满 在经历过了昨天的多罗马 我们所谓的初级之后 也就是焚烧了多罗马之后 在今天的法会的气氛来说 相对的是比较柔和的 也因此第八天的舞蹈称为吉翅 吉翅指的是总结了佛陀的教研 或者说总结了佛陀的斥令的舞蹈 这一天的舞蹈就没有 类似像朱沙这样的过程了 因为朱沙的动作在昨天都已经圆满 还是会有类似的遗鬼 但是气氛已经没有那么的肃杀了 所以到了今天 以僧众们来说 他们的心态也是比较放松的 对于大众来讲 今天也是可以 以比较放松的心态 可以来仔细的聆听 僧众们诵经的声音 也可以多多利用时间来绕转谈诚 那么对于法会能够这么的 如此圆满的举办 我们对于来自各方的善缘 都非常的感激 而要举办这样的法会的用意在于 这么殊胜的法会 这样子在藏地 已经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法会 一直只在藏地洪传 但是却无法让在汉地 以及在台湾的众生 得以蒙受法语甘露 因此在三个月前 我们就计划着 要如何的把这样的法会 带到台湾这片土地上来 那么很幸运的在上师三宝 龙天护法的帮助之下 我们确实如愿地举办了法会 而法会的举行也超乎我们意料的顺利 超乎我们意料的庄严 这代表着我们真的是有福气 有着这样的资良 让法会在台湾展开 而法会在台湾这样展开 最大的目的在于 我们希望让所有 得以看到这样子的谈诚 这样子的法会举行场面的众生 即使无法清零现场 也都能够因为看到这样的画面 而生起至少一念的信心 而也能够凭着这样一念的信心 成为自己日后获得解脱 乃至于正得圆满菩提的种子 这是我们举办这样的法会 最终的诉求 当然如果能够清零法会 来自法会当中 你说合掌齐寝也好 供养绕转弹成也好 就更能够累积更加广大的福德资良 更能够让所有的护法神众 对于我们能够生生世世的给予护佑 一直到我们成就菩提为止 都能够永远的心眼不离的守护我们 所以这是举办法会让大家参与法会的终极目标 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法会可以如愿的以后在台湾举行 但是当然一切都是要由因缘聚合而成 我们有这样的希望 我们有这样的期盼 我们祈求着上师三宝能够加持 我们也希望十方的善性大德 也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殊胜的令自他 皆能够蒙受利益获得解脱的殊胜法会 谢谢大家 我们也希望十方的参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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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切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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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